《黄沛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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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演黄沛公 但我不是黄沛公 我知道它是假的 但是最怕我認為我是真的 所以我就迷失在裡面 那我怎麼樣跳出來 我在那看我有病 哎呀 我想治 治我又不想冒太大的風險 那我又治錯了 又治好了 又治錯了 反正經歷了我四年我的折騰 那我就覺得說很好啊 每一個都只告訴你無常嘛 你是李連結啊 你所謂人給你的功夫皇帝 你就沒事了 你開病死病死 你該吃藥吃藥 你沒有辦法 你就在這個遊戲中 你就是這樣的一個角色 人家說你寫了個自傳 其實自傳 你看我練舞和拍電影的八卦很少 幾乎不是自傳 幾乎是引出來這個 我生活過這兩個階段 更多的是我想大家坦白交代 說我25年真正在做什麼 那我們就來談談這個一基金 我很意外就是在一基金 其實它一開始 然後一直到 是不是到2015 所以就有六年的時間 書裡面捷歌說 它真的是乞丐人生 那這個乞丐人生給它非常非常大的壓力 前面那六年因為 又於種種政令規範什麼的 那六年的乞丐生活 也很磨人 也很磨人 甚至有一次你從上海到恒店的車上 你還哭了出來 自己在後座哭了出來 我寫了一次哭其實不止 就是對當然 可是你應該不會追求那個數字 我的意思是 它是 跟我分享那個壓力吧 對 因為你想做 從海嘯之後 我想從小我變成大我 就是說 我希望為社會回饋一些 我希望別人那麼愛我的電影 我的老師們教育了我 導演幫著了我 社會媒體又幫了我 我怎麼樣回饋 我不能一一說謝謝謝謝謝謝 那我用行動做出來 來回饋這個社會 因為那是一個災難 所以我想說有點像佛法的這個啟發 就是說每個人都有善良 他不願意輕易拿出來 是因為他被騙壞了 騙了很多次 他覺得不要輕易上當 所以我們會走過的乞丐 是真的假的 我們不會輕易 每個人都發一份 因為我們太多的被欺騙 把那善良都壓下去了 所以我想一個簡單的方法 就是既然每個人都有善良的種性的話 那麼每人做一塊錢一個月 完了每個人一個月沒有一塊錢 我們做一個小時的volunteer 一年做volunteer 幾分鐘可不可以 不是你高高在上的幫助別人 其實你在幫助別人是認識自己 幫助自己 而且你那一塊錢捐出來 善因會回到你 果就是果會回到你 不是回到我 所以我接觸公益慈善 其實想幫兩邊的人 這一面是硬件 災難中的物質缺乏 和度過難關是需要硬件 水啊 糧食啊 醫療啊 對 關懷 幫助自己的是軟件 但是沒有人理解這一面 所以去做得很辛苦 很辛苦就是 真的 因為我說什麼乞丐呢 我做演員很幸運 從小練舞就是冠軍 所以就center 別人都圍著你 這是社會現象 你拍電影 一來就是主角 還紅了 那自然的這個行業 就很多人照顧你 所以你走到哪兒 都不用太擔心 人家都會圍著你 當我放掉這一切身份 去做那個的時候 別人就不理解 那我要求你 說你能不能幫我 宣傳這個東西 我們是不是獨家 媒體就會說我是獨家嗎 我說做公益沒有 我希望每個媒體都宣傳 那我不做 就是你看到很多無奈 你看到很多東西 那你捐錢 他說那你捐了你的片酬 不就完了嗎 對吧 你捐了片酬不就完了嗎 而且那個時候 又為什麼花了六年的時間 因為沒有法律法規 應當怎麼樣合法不合法 我做任何事 都第一個要不要合法 所以我才會特別艱難的 從一個人做 後來我終於說服了這些企業界的朋友 那他們就說 演藝人員做這個事 你是想更出名嗎 你是想更出名 你還是想幹嘛 你有沒有勇氣把這個當成事業來做 我說我是這樣做 那你有勇氣 你有沒有辦法不拍戲 就是專職做這個 如果你能做我們全部都上 這問題也很奇怪 不是是的 因為我們很多人做慈善 但是我不敢保證百分之百同樣的發信 那我就證明了 那所有後來就是比如說阿里巴巴 騰訊 大的企業家全部上來跟你 他們覺得連結是玩命的 用命在拼 是真誠的 我們所謂的那種包裝他都不要 他就全心做這事我們就跟著做吧 我們就一起學習 所以有了那個之後 你會看到中國才會有 每一個企業原來都有成立自己的基金 每一個企業才有企業的社會責任 是差不多就是 在中國民間這麼冒起來 我是第一個就是說 第一人人公益人人要做 後來大家發現說 那我們企業也要企業的責任 和企業的文化企業的社會責任 就越做越做越做 做到現在 那我覺得不僅僅看一基金自己的幾個數字 比如說到上個月 有八億八千多萬次的捐款 有四十億的現金 那還有四千萬實名制的人被幫助 被幫助 那你說八十億人一人一塊怎麼才四十億呢 因為那八十多億啊 但是有些網友我們是說 只要你動我賣一個東西捐一分也很好 我多少都不要只要你願意行動 這是真的 所以我現在最近也想 最近也在努力的辭掉所有的工職 在這個 我就做一個支援者 因為他已經成長成不需要我了 所以那個時候沒人聽得懂 說你創業 你做慈善 你經歷了千辛萬苦 把大家都找來了 大家跟著你做了 你說沒有理論界的一基金才是一基金 那是什麼 你騙我來了以後你跑了 那不懂 但是在我心目中說 如果跟著一個人 再才有個組織 那這個人死的時候他就沒有了 這不是佛教的想法 如果這樣一個東西 只要它符合那個時空的年輕人的價值觀 他就可能有長的生命 是 所以我把它 我現在就決定把它還回給社會 跟我沒有關了 年輕人已經全部可以接受了 因為現在的年輕人 拿了手機就說誰到家裡有同事撞車了 大家一塊錢兩塊錢就捐了 很快就解決 差了五萬塊錢的手術費或者什麼東西 馬上就解決了 但是在二十年前或者十八年前十九年前 是不可思議的 第一科技沒有到 沒有那麼方便 第二 大家說一塊錢又怎麼解決問題 這能做啥 所以支撐我能走下來 完全是相對的佛教 所以我說小小我是很 有這個東西幫助你解決痛苦 大我仍然痛苦 非常痛苦 因為你在改變著一個人們不習慣的東西 你建立一個公信力出來 那是很難很難很困難的 所以那個後座的哭 我現在聽你分享我了解 你很難說是那一天發生了什麼事 不是不是不是 它是長期的一個累積 因為你多難你要說服這些人 來改變他的思維方法 所以有一段時間他們就說 這是一個李連結瘋了 步道者整天步道在那 嘴皮子都磨爛了在那傳道 就他這樣改變一個社會的生活習慣 一個價值觀似的 就一塊錢也能改變 是不可能的吧 一分錢改變不可能的吧 但是累積在一起 其實他是可以擊殺成塔的 我2008其實是在海南島 博鳌論壇那一年 是不是4月多不到5月 其實我下飛機的時候 我回頭發現 傑哥坐在後面 我趕快跟攝影拿了麥克風 那時候我也是在這個電視台 我就到傑哥面前 那時候已經聽到 一基金這個要成立了 08 他正式被國家批准 第一個是10年 但是之前我是跟中國 紅十字會在合作 那時候不瞭解 也是覺得不可能 我就衝過去 好像意思就是說 這個一基金到底是 你有信心怎麼走下去 我記得傑哥就很客氣 就微笑 有的有的 然後就往前走 但是我記得 我記得你就是很客氣很客氣說 有時候有沒有信心 有的有的 也許是很不禮貌 你形容得好 沒有沒有沒有 所以這個事情我想 我那時候我這輩子 我不會再碰到李連結了 對 所以我想我如果碰到他 我要跟傑哥說 謝謝 所以那是個困難的開始 那是最困難的 這個轉變 我要走很多所大學 我要走每一個企業去跟人說 你還走到學校去啊 我去了好多所大學 在台灣都去了兩三所大學 在北大清華 完了以後 香港中文大學 新加坡大學 各個大學跟年輕人分享 完了去東西 完了每一個企業都要我親自談 那企業就會說 那我起有什麼 有什麼商業的價值啊等等 反正你在私底下 我們不表開了說 因為無所求的愛 是人類的最高的宗教 那才能解決的問題 佛陀 穆罕默德 或者Jesus 或者上帝才是無私的 無限的奉愛 但是我們是人 我們是相對的 我守到70 我奉獻30 能換回點什麼資源嗎 就是你知道 是很正常的 好過不動 我一直說好過不動 什麼都不做 但每次對話都不一樣 但是每一個人 你可以看到對方是 換取多少的這種一種 一種 一種遊戲 這是我們人間 你不能要求它到聖人 那你只能夠去慢慢的磨 每一個企業 每一個 大概500 500牆裡頭的外國企業 就談好了40多家是合作夥伴 後來跟聯合國 國際紅石智慧 世界衛生組織 都是夥伴 那我只用三句話就可以做成夥伴 這書裡沒有 三句話 什麼三句話呢 第一個 如果有外星人 下來問我 怎麼稱呼 我說我是人類 我只能回答我是人類 別再問我了 再問我我才能說我亞洲 大陸地區北京市那條街 但是我們人類坐在現場的所有人 不管是哪個人 我們第一個回答 我說我是人類 你有沒有看法 我說沒有 第一個回答只能這麼回答 OK第二 人類地球是我的家 你認同嗎 認同 每個人都認同 不管是黑的白的 各種膚色 各種宗教 各種人 說這兩句話我不能否定 那麼人人為這個家做一點點 我們的家會不會改變 應當會 不管是氣候 這個問何社會問題 我說你三個都認同嗎 不認同的舉手 沒人敢舉手 舉手嗎 舉手 你就是一基金 一基金傳遞的就是這個 不是多少錢 不是的嗎 就是我們有沒有共同的三個認同 因為我研究了這個 比如奧林匹克 它百年 為什麼大家都願意停止戰爭 停止糾紛 為了這個 因為我們共同認同這個事情 所以你要找一個東西 可以做到千百 就是幾十年幾百年 仍然不 就是它的價值觀是什麼 認不認同 如果認同了我就走了 這三句真的是 會牢牢記住很好用 我想起來了 其實書裡面也是 但是呢捷歌現場講的呢 這個更精彩 好久不見的李連傑 一身藍黑色 雙手合十 這次到台灣 只要公開露面 都是鴨蛇帽 配粗獷眼鏡 和其他國際巨星不同 李連傑登台不慎裝 任何耀眼奪目的衣裳 配件都不穿戴 我還沒死 李連傑自己知道 因為聳動網傳 他在影迷心中生死沉迷 這些年他過得神秘 心思全在修習佛法 李連傑決定 在六十歲這年 送自己一個大禮 把過去二十五年 尋找生命意義的過程 書寫成冊 書名超越生死 是李連傑脫下功夫皇帝的龍袍後 看破紅塵的體悟 出版過程 也完全沒有巨星的模樣 我自己在做這本書的時候 其實那個過程 我都一度忘記 它是一個國際巨星 因為你就會覺得 他用一種很平常的 平常心來看待這一切 他不會去跟你講 好或不好 喜歡或不喜歡 對或不對 事情沒有絕對 只有相對 面對身外之物 李連傑有一套佛系哲學 陰陽兩面相依的概念 從他八歲開始習武 就被啟蒙 小小年紀就懂得思考 什麼是剛柔並濟 心靈體會多深 功夫就有多扎實 十七歲以少林寺登上大螢幕 一盡到底的真功夫 讓他一炮而紅 接著拍黃飛鴻系列 更成為李連傑代名詞 1998年李連傑打進好萊塢 在致命武器4中也能寫反派 如果只看精彩武打片段 還以為是劇中主角 正當演藝生涯 在攀高峰時 李連傑選擇成為佛的弟子 十幾年來我沒有離開過藥鍋 我每天都在吃藥 我覺得那種病的痛苦 是長受過很多 所以我覺得有本領的人 是說應該替大眾來消除一些災難 李連傑宣布歸一藏傳佛照 放下千萬美金片酬探討佛法 2003年李連傑到美國香港道場 進行十日禪 神隱十天不交談 一同禪秀的修行人 也不把他當明星 忙於螢光幕前的人生 那使得到一大震撼 從十一歲到現在 七歲四十一了 沒有施過這種待遇 真的是非常的一個新奇的感覺 就是沒人再把你當作一個中心 你可以同時跟八十多人 還有很多的法師師姐師兄 將近一百個人生活在十天 沒人讓你簽名 沒人跟你照相 一講佛法就真的眉飛色舞 然後一直講一講一講 就是真的是不停的 相識超過二十年 妹姐是串起李連傑學佛的縣 好幾次居中協助引見大師 這次會出書 也是她在幕後鑄一臂之力 全因為看見李連傑的用功與難得 她真的拿她練功夫的那種 心情來學佛 真的是很努力把她的殼打開 給大家看 其實很不容易 我們連我們一般人 都很不容易把自己 內心那種脆弱的地方 不好的地方分享 何況是這些大明星 從小宇宙不同 武術高牆的李連傑 放下小我光環 找回平靜 是她生命的渴望 也是現實生活中的專屬修行 她是把修行整個就放到 她的生活生命當中 所有的相處 所以她本來一度也想要 我就專心去修行 但是那也許 就不見得是一個 比較OK的修行 然後可能我們就是把它 放到我們的生活裡面來 2004年 南亞大海嘯來襲瞬間 李連傑一家人 在馬爾地夫旅遊 那我抱起我的女兒 掺著我的阿姨這樣 往回走 當我走了三步以後 那個水已經到這兒到這兒 那我回頭望去的時候 我早上在幾分鐘前看到的情景 全部沒有了 你會想到那一刹那說 這個水再過一尺 怎麼辦 怎麼辦 大難不死 還能和家人再次團聚 李連傑探尋生死真相的修行 也出現轉捩點 我以前不敢做的事 我現在要做下去 就是說我要成立一個基金 叫一基金 一個人一個月一塊錢 我們是一家人 號召全球一人一點力 李連傑跨出好大一步 更實際付出行動 邁入不另於分享的大我 2009年 台灣遇上爸爸風災 身穿基金會服飾的李連傑 前往南台灣勘災搬運物資 面對災民止不住的淚水 李連傑專注傾聽 我們房子都全少了 我沒聽不住了 李連傑的無私精神 也動搖了死中隱民 我是比較初期的話 我一定會想說 我當然想要看她電影 就是慢慢的了解她的理念之後 就會覺得說 那她真的是已經到了 她這個時間 她想要做的事情了 那我們就是支持她 我就是把那個 一系列的報紙 我都整疊收藏這樣 她那時候就是 有去幫忙政宅 然後搬東西 搬石頭 或是這之類的 然後有媒體要採訪她 對 然後她就把那個石頭 對 丟給媒體說 來 你來幫忙 這些也是李連傑 探索生命真相的點點滴滴 累積成使命慢的力量 讓更多人受益 做一個大學裡面的 行政工作的一個人員 最重要的是不能有自我 他必須把自我拿掉 投入教育工作20年的張清泉 要交情又兼行政職 爬書裡連結新書的文字 有所感更發覺 可以幫助生生學子 我覺得人類是自古至今 他們一直在探索說 到底人生的目的為何 生命的意義為何 我覺得這個是現代教育 或許缺失的地方 邀請李連傑 校園開獎 特意開放問答交流 在座大學生未必為他瘋狂 都是小時候看電影台重播 才認識李連傑 提問更是大膽 探學生一來一往李連傑 講得特別起勁 早已沒有國際隱形的矜持 而大女兒Jan跟力挺老爸 一起亮相也成為美光燈焦點 李連傑把探索生命真諦的 抽象過程變得更淺淺易動 從黃飛鴻便李老師 成為看破紅塵的智者 武功不一定最強 卻留下無限的慈悲與智慧 這次杰哥來錄影 太多太多 因為我很高興 所以我就事先 幾個月前我就說 我跟你講我會錄李連傑 李連傑 那他現在是什麼樣子還好嗎 因為很多人在杰哥 假抗的時候 那時候留下了一個印象 您看書裡會看到 2011到2017也差不多 就是一基金 他開始在聚眾 觀念這個思潮是不是 沒有 04年到10年 這個是一基金 我最艱苦的 最艱苦 後來企業家們都上來了 就更好的專業團隊 管理就沒有了 後來就是我就 累病了 累病 所以你的身體知道 我這個時候可以 我這時候可以 我可以放下這個 可以頑強 所以這個後面 就是完全跟疾病 在做朋友了 這個假抗 你看書裡面 是步步驚心 這個假抗嚴重到 最高量 後來下去都治療不了 然後後來到 你經過海關的時候 都會嗶嗶叫 因為那個放射線 對 點131 131 那到了後來的話 這個治療變成說 好壓下來了 但是變成 不是假抗了 到另外一個相對端了 假減了 假抗 這個身心平衡的過程 帶給你什麼樣的體悟 所以特別寫在書裡面 要跟大家分享的 嗯 這太辛苦了 沒有沒有 在第一個階段 我就說小時候那個階段 是相對的階段 對吧 後來小我的階段 到大我的階段 我有很多問題 都可以用佛法去平衡 就佛法在相對的佛法去平衡 因為我再苦 我也可以想到 釋迦摩尼當時說的時候 也很多人不相信對吧 歷逃歷歹 很多人你說一些新的概念 別人未必習慣和接受 那只能檢討自己 不要去埋怨外面 這樣做 到了 我把它全部交給了社會的 有集體領導的時候 優秀的企業家管理基金 我已經不那麼操心了 那個時候病了就垮了 這個時候我已經開始 在上市地說 你現在累積的一切 都只是人間福報 只是下一次做個好人 下一次做個天人而已 沒有辦法解決生死 這能接受嗎 不是 這是接受的 因為你的所有的出發點 都是相對的 所以他說 你要想超越 你必須從頭修 所謂的修就是實踐 你必須把所有的理論實踐 體悟出來 感受出來 生病的人 那就是說 在這樣的一個狀態下來 進入生活的 才面對每個問題 您可能也聽過 就是說把煩惱變成菩提 這個還是都是相對的階段 在這個階段裡 就是一切 在追求無我的階段裡 一切就像你在看電影 你在玩遊戲 我們在卡在了一個相對和三維的空間裡 我們知道宇宙的 我們了解到 我們現在人類知道的宇宙的物質不超過4% 不超過4%以外呢 還有二十幾個%是叫暗物質 還有五十幾個%叫暗能量 是目前沒被發現 但它們應當存在 是聽過的 用大家年輕人比較流行的語言 可能說我們是被設計在遊戲裡的 或者我們重複在一個 我書裡後來寫的 可能它是電影 可能是連續劇 我演黃飛鴻 但我不是黃飛鴻 我知道它是假的 但是最怕我認為我是真的 所以我就迷失在裡面了 那我怎麼要跳出來 所以當我碰見這些疾病的時候 對於我個人來講 其實是我給耽誤了很多眼 因緣就是這樣造成的 那麼我在那看我有病 我想治 治我又不想冒太大的風險 那我又治錯了 又治好了又治好了 反正經歷了我四年的折騰 那我就覺得說很好啊 每一個都只告訴你無償嘛 你是你連結啊 你所謂人給你的功夫皇帝 你就沒事了 你該病死病死 你該吃藥吃藥 你沒有辦法 你就在這個遊戲中 你就是這樣的一個角色 所以每一天反而對我來講是幫助我 我到現在還在說 我一天要吃一個假抗 假低到提高一點點的藥 每天吃的時候就說 感謝我重新再一次的認識生命 又再提醒我不要迷失 哎呀生病是這樣的 哎喲這樣吧好玩的 所以比如說 人說連結你那麼多受傷很痛苦 是啊 你這個病一定很痛苦 你那個階段怎麼怎麼樣 但是我反過來看 哇跑馬拉松太辛苦了 42公里沒經常這麼跑 不是我要做的事太辛苦了 但是你問馬拉松的人說 太快樂了 我星期六又約了朋友又可以跑 所以我們的看的和他經歷的完全是 我覺得您特辛苦 每天起早餐還要在這兒來 每天堅持還要背那麼多台詞 那你說這是我熱愛的工作啊 那就沒事 你說我說畢竟 就是我爸生命中的一切負面的 都覺得是很正常的 所有正面的我也覺得正常 因為它本身就可能發生著 所以沒有任何東西surprise 那我很感恩在這個20年當中 相對的學了 這個究竟的我在嘗試理解和推理去分析 但是我感恩我有這麼多好的優秀的老師 他們貼著身在幫著我教我 貼著身在監督我 就像我這個病情的這三年 大家都 我都說 願不願意都給閉關了 我也試試我三年不出門怎麼樣 當然有女兒我兩年多就出來了 我覺得我太太很了不起 她做了五年了 就在這種狀態下修行五年了 但是我很感恩的就是 我的上師們還冒著風險 不同的上師來看我給予指導 在這個過程裡 所以我非常的 所以也鼓勵我 我所有的一切都來自於他們的智慧 學習他們 那他們的智慧又來自於他們的上師 和最後源自於佛陀給予面對生活相對的十項的勇氣 和探索未來的勇氣 你看我經常會講 您可能都不會問的 再過三十年 我們換胳臂換腿換心臟已經很正常了 那我們活到150歲300歲是很正常的 深層是AI 對不對 器官都可以做了 但是我就考慮一個問題 硬件就越來越長 維護的 快不快樂裡邊那個就是麻煩了 而且我第一個要問的說 我再給我機會活300歲 我是保持著20歲的心態還是30歲的心態 你給我弄80歲的心態我就不要了 我就坐牢似的 這真的很生動 我的Quality不在的話 我不是變成整天都是找朋友看看我 我在這沒人了 沒人理我了 年輕人的自己 那等於是一個受罪 所以未來是什麼 那5000年後更是什麼 當我們有一天 然後硬件壞掉了 把意識拿出來放在機器上 我們真的可以活到佛陀說的那個8萬歲 因為機器可以再換機器 機器再換機器 8萬4千歲是真的有可能的 所以我們的皇帝萬歲萬歲萬萬歲 不是錯 只是我們這個文明 遺留了上一個文明下來的一些information 如果我們不提升軟件的話 我們大家將會面對更多的困擾 因為未來我請了一個機器人保母 當然我們想解決了所有的問題 又不complain又不漲工資 只要給他點電就行了 但是我們會不會又擔心他會不會控制我 他會不會干擾我 他會不會影響我 他變成主人了 我變成機器人的奴隸了 這是我們未來年輕人都會面對的 所以世界衛生組織會有說 現在人類癌症心臟病是頭兩號殺手 心理疾病是第三個 但是未來一定心理疾病是第一個 未來五千年是什麼 我們都是嬰兒期 如果三百歲我們都是少年期 但是能不能保持少年的心態面對生活呢 我們的軟件 對我們的軟件如何upgrade和提早做準備 跟人與機器一半和純機器人和智能機器人 以及萬一把我們的意識轉過去 那它就是一個生命 就是我們叫眾生的一份子了 因為佛經也說有師生 我們是卵生 有師生 有化生 那它就是另外一種製造的生命 所以我們怎麼跟他們共處 我們怎麼樣面對未來的壓力和心理 我們提升軟件是特別重要 硬件不關心是什麼 只要你保持 只要你有能力 換個假腿 換個心臟 換個肝 用自己DNA是一種方法 用機器換是一種方法 所以我現在 我更關心的是軟件 很多次問這兩個單詞 你最渴望的是什麼 一定是健康 每個人都在想 健康快樂 對吧 只有健康的身體 你才能完成你的夢想 不管你的夢想 是娛樂界 公眾界 科學界 那是你的夢想 那麼宗教要解決的 不管是 我覺得基督教 天主教 所有大宗教 都是解決不快樂 對 那麼 就是回個簡單的總結 因為我們太難說完這個東西了 就是說 簡單來說 什麼不快樂 我找出來 拿掉它 剩下的是什麼 但是我們強調說 回避那些不快樂 我只想強調快樂 有點困難 所以聽到這裡 我突然 我覺得我更深了解 為什麼書名超越生死 後面是李連傑 尋找李連傑 那我的翻譯就是說 那請問我們躯壳裡面的我是誰 這是我的翻譯 真的 這是這個意思 我現在大家習慣了叫我李連傑 那我的老師給我 比如藏傳佛教給我起一個名字 他就用那個叫我 把那個東西叫 我的兄弟姐妹 就叫你小傑 後來我的教練就說 你 就是我 你妻子叫你什麼 立志姐 你妻子叫你什麼 忘了 沒有 忘了 真的 我忘了 他有時候就叫 現在就是師兄 師弟 我們就像同學一樣的在玩 這是插播 多數叫老公 老公 對 多數叫老公 這是一個比較通用的名字 我真的找不到哪個實力連結 如果你仔細 我們不能展開講太遠了 但是如果我換了個身體 換了個東西 那是不是那個100% 你認為的那個連結 就跟握手那個是一樣 對 如果再換一個呢 又是什麼 又換一個嘛 如果300年後你見那個 還有你當年印象中的多少成分 是那個李連結 我們可以說 李連結 Part 2 李連結 Part 3 我們只能這麼延續吧 對於我來講 正好是修行 這就是修行 別人的聲音不會影響到我的 真的不會影響到我的 最近還有那個 我不說一千多萬人 在關注那個我的說死了 對 完了以後有的人就在說 你們不要老揍人家了 揍了十年了 人家沒死 人家很健康啊 那所以今天的相遇 真的很珍貴而且很幸運 對 對 在我們現在聊到這個尾端的時候 在書裡面還有很多片段 我想用個小故事 我們親耳來聽 憤怒這個事情 我們都幾乎天天有 會有時候常常 半天就有 那麼師兄是怎麼處理的 在海關的時候有一次啊 因為過海關 那傑哥書裡面講 他比較 反正機器不怎麼了 過不了 後面有人就對你罵了 真對你罵 對 真正有罵 我都很正常 十幾年前的罵 就是這個 是我學相對的時候 那個時候 那在香港過海關的時候 因為有一個智能卡嘛 那這插進去就 卡在中間出不去了 因為第二個還要出去嘛 那兩個門都關住了 卡在中間了 那那個人 後面就著急嘛 我就在試那個卡嘛 後面的人就會說 你怎麼那麼蠢啊 你怎麼那麼笨啊 慢一點 讓他讀了你再拿出來 那我就很乖的 慢一點拿出來 還不開門 後面的人就更急了 你這麼蠢啊 笨蛋啊 你這個拿快一點嘛 插進去快一點嘛 你以為是你嘛 那麼慢 我插進去快一點 插一點快 他也不問 所以他們就拼命 因為每個人都很急嘛 回家嘛 我都能理解 他們就罵罵罵 結果海關過來了就說 對不起李先生這個壞了 就卡住了電腦 所以就調調調 門開了 那我就走出去回頭說 對不起 耽誤你們時間了 那李先生就 就是有點驚訝 那我覺得很正常 那每個人在他的角度 就是常人嘛 急著回家 有人在前面動作慢了 他很急迫 對於我來講 正好是修行嘛 這就是修行嘛 別人的聲音不會影響到我的 真的不會影響到我的 最近還有那個 我不是說一千多萬人 在關注那個我的 說死了 對 完了以後有的人就說 哎呀你們不要老揍人家了 揍了十年了人家沒死 人家很健康啊 你們幹嘛要 那喜歡你的人就說 哎呀他很健康啊 那不喜歡他 還會有千分之幾的 或者真的千萬分之幾的人說 我死了那麼多次都不是真的 真死了吧 也有人會好玩就說這些話 我覺得都很正常 我十年前的相對的佛法修運用的時候 我已經說過了 你罵我 如果你開心 我替你高興 但是我擔心的是 你罵了 你不開心 你仍然在罵我 跟我沒有任何謀 關係 人家是騙子 我說我沒有任何關係 因為我知道我沒騙任何人 我慈善的錢都在那 我碰都碰不到 所以我能理解所有的人 但我不希望 我把我對生活的態度強加給你 所以我心 一直在說分享 如果你有用你拿去分享 如果你沒用你就扔掉她 這個真的 因為書裡面真的 傑哥非常敞開講 他兩次婚姻四個女兒 老師聽人家講說 前兩個女兒她就是不照顧 虐待什麼 傑哥也在書裡面 你自己講的 你說但是對這些 你根本已經不會擾亂你 或者讓你起火了 你去辯解一個 就等於你出了 就陰陽來講 你說話了 就繼續有新的問題 你說就越解釋 越多 而且你解釋了以後 人們不想聽你的解釋 因為她就想攻擊你 你從來聽說過我前妻的兩個女兒 她們自己埋怨過我嗎 你聽過我的前妻埋怨過我嗎 沒有 那都是你們自己創造的 你們為吸引一個話題 你們創造的這些東西 那我們之下私自的 我太太和我們和這個四個孩子 關係有多好 你根本不知道 我也不需要把私底 嚇人的雞 都是解釋 搞得我那幾個女兒 都要站出來說 怎麼拿別人的照片說是我 完了就代表我去罵 爸爸媽媽 我們根本沒有這樣的 我說 學會了 但是她們十來年下來 她們也學會了 OK 我們自己知道 有些東西不需要一定公開 那我們繼續保住私隱 就好好生活吧 那這個不需要解釋她 那也有一個好原因 她被判婚 因為她離婚 我覺得很好玩的一個事情 就是佛法 兩個東西結合 會不會分開 你告訴我人類當中 有多少人這樣和這樣 我只是其中一份子 也是正常的那部分 因為有結合 如果海枯石爛的話 那就應當沒有法律 說可以離婚 但是法律規定 有可以結可以分的 那她就是在一個正常的範圍裡 只是你不認同而已 是 對於我來講 不會有任何影響 因為她說她11月 還被人家刺死 對不對 刺她又死一次 這個大家去查 少林一上眼 就別人會告訴你很出名 對 就你對你的未來 有沒有想過 飛黃騰達 飛黃騰達就很年輕 就夢想要做到 我很明顯 都不好意思 我查到我16歲的日記 都寫著 我30歲要有1億 那是一個 在大陸的環境中 都是一個天花亂墜的想法 現在接近尾聲的時候 我替大家問一個有意思的小問題 那個時候拍完少林寺還那麼年輕 我們說 剛剛傑哥說 我查到的是一毛電影票 那時候中國 傑哥說還有五分的 還有天幕電影院免錢的 但是書裡面告訴我們 韓國跟日本那時候的票房 已經是分別是 30億跟40億 那他的片酬呢 是一天人民幣一塊錢 那時候演完你有沒有想過你會出名 少林寺演完 會這麼這麼出名 這麼紅 少林寺一上演 就別人會告訴你很出名 對 就你對你的未來有沒有想過 飛黃騰達 飛黃騰達就很年輕就夢想要做到 我很明顯 都不好意思 我查到我16歲的日記都寫著 我30歲要有1億 那是一個在大陸的環境中 都是一個天花亂墜的想法 你知道嗎 1這個字根本不應該出現在這次典裡 對 這個年代了 就等於說現在我要萬億 的一個concept 但是其實孩子的玩 就是寫日記的玩法 我還記得說 我就生活在一個特朴中的單親家庭 我沒有父母 但是我要努力做成這樣 所以派完少林寺之後 他沒有讓你變得特別激動 當然有 達不到去性的激 當然有每個年輕人 因為你根本是在一個行業裡練武術 你突然出了名 大家都認識你 當然年輕人會高興 當然很 但是你馬上就想到 那我的利益在哪裡呢 你聽到任何行業的時候 你給我做實習生 不給我錢 我都願意做一個暑期 但是當他很紅的時候 你會怎麼想 我是一個很正常的人 只是比較喜歡想 為了解決那個 頭腦簡單四肢發達 一介五夫的問題 就拼命想 拼命想 所以這個人生是必然的一個過程 那個時候叫李連傑 後來有時候我派黃飛鴻人 人家在香港就說 黃師傅 黃師傅 就轉來轉去 美國人就叫你建立 所以到底哪個是你 指別人的印象 那我自己知道我是誰 如果我真的努力的話 我專門有一段修行去尋找我是誰的 當你把腳切了 這只是腳 再剁碎了 就是肉 血 脈 粒子 原子 分到最後分到能量 波 都給分完了以後 真的找不到那個李連傑在哪 只能組合出來以後 你說這個組合起來的這個叫李連傑 是 我們一個同事 他特別喜歡黃飛鴻 所以他前兩天還氣笑 他說 尼文大姐 你要不要打扮成十三姨的樣子去看 他傳給我三張觀之嶺的照片 我說謝謝你 每一個人去記憶傑哥 他都有他電影裡面 他忘不了的角色 好 這個同事已經要50歲了 最後兩個問題 這本書 中間有沒有什麼卡觀點 沒有困難 也沒有享受 真的 因為 當我決定說 我有 上司說你要去分享 我也看到環境要分享 我也覺得 女兒的事我也應當寫一寫 我徵求她的同意 因為我覺得很多家庭 可能有同樣的問題 非常非常需要 你懂嗎 就很多家庭也同樣 所以我覺得我有義務和責任 而且我經歷過的事 我都可以分享 再一個也是 為了很多好朋友關心 有人會說李山津你消失了 你是不是病了 你是不是死了 所以你不拍戲了 你從轉移到哪去了 我也其實有一點點像好朋友們交代 關心我的人說 其實我花精力和時間在追求這個的路上 那麼寫書 我就很感恩我台灣的一個朋友 跟我認識二十多年的一個叫May姐的 那我就說我要出出 你幫我找編劇吧 你完了以後找出版社吧 完了就寫吧 很順利的就這麼出來 或者說不順利我也會覺得是順利 你那麼理的 我只是說我60歲我給大家一個交代吧 人家說你寫了個自傳 其實自傳你看我練舞和拍電影的八卦很少 幾乎不是自傳幾乎是引出來這個我生活過這兩個階段 更多是我想大家坦白交代說我25年真正在做什麼呢 你看我練舞和拍電影的八卦很少幾乎不是自傳 幾乎是引出來這個我生活過這兩個階段 更多是我想大家坦白交代說我25年真正在做什麼呢 有點這樣我可以想分享 我覺得這個是生命中對我來講是最重要的 為什麼 因為人家說你怎麼能堅持努力呢 你怎麼那麼多困難都做呢 我說因為我很早 20年前對佛法的理解已經發現了說 我是人類是光著身子來的 沒有誰是穿著衣服來的 到人類結束的時候 三件衣服已經很好了 走了 中間沒有任何 中間的東西 名利全情只是保管 因為你沒有安全感 你要拿這些來保管 我以為最後願不願意都要給孩子下一代 願不願意可能都捐出去給社會 我跟自己有時候會朋友開玩笑 說我特想演電影 你能不能告訴我 我也怎麼樣 做明星啊 Action啊 我說對啊 如果我告訴你未來一千年你都必須演電影 你還想清楚你要不要做 你想像的是特別美好 賺到名賺到利賺到錢 但是說你一度下去都要做這件事 可能就變成另外一個狀態了 所以佛法從來沒有反對說 好像人家說一切都是苦 對吧 離苦得樂 沒有沒有 佛法想進出的精華是說 在相對的說有快樂 但是快樂是依託在物質的支撐下 人家說你名黃飛鴻功夫皇帝 你開心 人家說你老了被淘汰了 你是傻瓜一個 根本沒人理你了 你就不開心 所以你是語言的 為工作為語言 或者說最難聽的叫語言的奴隸 你沒有了這個支撐你的生活 你覺得很悲哀 你就是物質的能力 你聽到的聞到的 其實你是被動的來證明你的東西 但是其實你真正如果了解內心的訓練的話 可以發現你跟佛陀一樣的偉大 因為比喻來講它是水 我們是冰 但是我們不知道怎麼把它融化 而且甚至於我們不知道有冰 你需要更多的東西 我整天開玩笑 我們就像一個冰箱打開拿東西去 拿點名 拿點利 拿點好處 拿點拼命往裡塞 就已經淹沒到裡頭的冰了 但是如果放下點 放下點 放下點 最後你發現一個冰 還有人告訴你這個冰融化了 你就是佛陀 你就是宇宙的全一模一樣的本質 然後就是另外一個說法 我經常會跟朋友分享 就是說我們很強調我是長江 他說我是黃河 他說我是日月潭 我是亞馬遜河 就是都是很偉大 但是你別忘了 它的自然規律流了流了都流到大海了 你再出名也不見了 大海又沒說自己是大海 但是你們都沒了 融入大海以後還有什麼名字嗎 我們只能給一個名字叫大海 那相反 萬物的一切最後歸一的時候 你不相信而已 但是早晚它會自然這樣 所以不需要堅持 因為我需要出事 因為我覺得很boring 如果你再讓我拍一千年 或者一千次輪迴還是做電影 痛苦死了 一千年過去了已經做完了 再做一千年 每一次從頭學習 每一次從頭戀愛 每一次工作 每一次斷歌被斷鐵 每一次經歷 但是一個太累的事情了 不就是有好萊塢電影拍這種劇情嗎 重複一天又一天的痛苦 現在就是越來越多人接受這種 今天其實傑哥回答我最後的問題了 如果這一本書 我歡迎大家之後呢 在我們看板人物的臉書上面留言 如果這本書你要選一句 你最喜歡的話是什麼話 我們可以彼此交換好嗎 我選的這一句話呢 本來是我最後的問題 但我覺得傑哥回答我了 我最喜歡一句話是 傑哥在書裡面寫 不做眷戀生命的舟船 不做眷戀生命的舟船 最後還是講幾句好嗎 比如我早期看《金剛經》的時候說 一切的生命如夢幻泡影 或者我們中國文化當中說 人生如戲 好像我們覺得很遙遠 只是一種比喻 但是 當然我們每個人都有做夢的經驗 我夢裡夢裡很開心的事 當我醒來發現不真實 是吧 我想再重複做那個美夢 因為好多同學二十年沒見了 我想夢到他 但是醒來不真實 在夢裡真實嗎 真實 但是在夢裡恐懼的時候 有個老虎有個大蟒蛇吃我 我也很恐懼 但是我好在醒來了 不真實而已 但是這個只是發在 六個小時到八個小時的一個 短距離頭 短片 人生只是你從生到死 一個長片而已 長片中發生的事情 你都覺得很重要和恐嚇和驚喜 但是你回過站的現在這個角度 回旷60年的人生 我抓不到任何東西 都是經歷 都是夢幻影 就跟昨天的夢一樣 所以夜裡做的是一個小夢 人生是一個大夢 只有跳出來以後 才會覺得 哇我體驗過 原來這真的是夢 謝謝 謝謝 今天非常非常謝謝傑哥 我們一起用掌聲 來感謝李老師帶給你 這麼這麼多 這麼這麼這麼多的 無法形容的尋找 傑哥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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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